各位好 我是武术林Debra迪波拉 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迪波拉疫情杂技 这几天我们也谈到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父亲母亲都在九份郊西长大的 到了我出生之后呢 我们就搬到了台北 在台北我父亲就买了一栋房子 就真的叫一栋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呢 是可以居住 有使用权 但是没有土地的拥有权 所谓的违章建筑 所以那一整片的违章建筑区 是现在的大安森林公园的原址 那早期大安森林公园的原址呢 就分个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军事用地的军区 也就是军营 那很多的这些军人啊 阿兵哥啊都在那边抄兵 所以那些抄兵的声音呢 我从小呢 如雷贯耳的听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 眷村遗留下来的这些平房 所以呢就卖给了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所以整个居家的环境呢 并不是说很好 是中下阶级的家庭 那我就在那样子的环境成长 当时我父亲在那里呢就做小本生意 是开杂货店的 那杂货店呢主要是以米粮为主 所以柴米油烟酱醋茶都有 因此街坊邻居都可能是我们的生意往来的客人 对我们家的熟悉度也一定有 那当时呢我父亲也很忙 我母亲也很忙 当然加上他们教育的程度 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去教育我们 所以对我们的孩子才认的是放任的 或是放牛吃草式的 所以我们爱怎样就可以自由奔放 自由的发挥 自由的大放光产 所以小时候我只记得说 当我每次要出去玩的时候 我都会带着我的弟弟或是妹妹 骑着那小小的三轮车 嘟嘟嘟嘟嘟嘟嘟 跑出去玩 因为带弟弟妹妹呢 是我主要的责任跟工作 这样子可以减轻我父母做生意的压力 那同样的带弟弟妹妹并不是我的喜好 可是却是我挡箭牌 带他们出去回来就不会挨骂嘛 那小时候我有一个绰号叫做爷骂 你会觉得为什么我性情那么温和的 或是到了中学完全不讲话的 也会叫野马 有机会再跟你分享 为什么我的绰号叫野马 那讲到我的街坊邻居好了 在我们的巷弄里面呢 有一家福音堂 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那个福音堂呢 是我很喜欢很好奇 却不敢进去的地方 常常听到那里面有一些歌声 就蛮吸引人的 可是我从来都不敢自己进去 唯有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会对外开放 然后很热闹 然后会邀请邻居进去听那些圣诞歌啦 圣诞剧那我也会跟着朋友跑进去 所以播放电影会让我们觉得 哇好新鲜哦 播放电影让我们觉得 可以看很多新奇的东西 特别他们播放的是 耶稣受难 那些受难 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个影像 还在我的记忆里 圣经里上帝说 他发明了救恩 救恩是他所创造的 他所计划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都已经计划好救恩 让我们很小的时候 有机会听福音 甚至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里面 一个福音单章 或是一个经文 就进到你的里面成为那个种子 我就是在很小的时候 那个种子进到我里面 以至于有一天 我成长 认识了神 盼望 你认识耶稣 也盼望 你认识耶稣之后 记得做一个傻种的人 谢谢你观赏 比波拉一琴炸鸡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